你好呀 我是小王冠 我今天又老了一岁了 别问 别问了 我就是18岁 本来今天晚上有点时间 然后想回来直播一下 但后来又自己想想不对 那么就不直播 一直播就是回来过生日 连我自己都觉得 咱就不能做点阳间的事情吗 所以呢我还是决定 先录视频 然后呢因为我现在 有前台小姐姐了 这段时间带她熟悉一下业务 然后等她可以多当一面 我就有了更多时间 可以直播 录视频 然后我还蛮开心的 我太想休息了 然后 今天呢 一天过得 怎么说呢 非常的不顺 你们知道有一个表情包吗 我特喜欢用的一个 就是 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心情 想听我跟你分享一下吗 不想 不想我也会跟你分享的 但是我 我需要顿顿顿一下 先 让自己 做个准备 那我们先听一会儿 我找了一些 以前买的没用的 还有很久没有 用的一些道具 然后呢 先听一会儿 然后 我们再聊一会儿 再听一会儿 这样的想听聊天的小伙伴 和不想听聊天的小伙伴 都没有得到满足 好 果然是养间的活 好 我发现这个有点短 就我之前有一个可以一直蹲蹲蹲 一直蹲蹲蹲 但那个比较长就会比较舒服 这个太短了 然后就感觉好像老师不够 不得劲 但是呢 这个比那个长的那个好在那呢 这个可以插进耳朵里 所以呢 它会给你感觉更贴近一点 声音更逼真一些 加一加 应该搞两个一起来 呢 在那边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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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e 呢 好 哇 這個是真的短 我們往中間放 感覺一下 好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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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呦 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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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再来一遍 我们先说说今天生日吃了什么 今天呢 在我今天出门接我妈一起吃饭的前一天晚上 我自己在手机大众点评上 找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牛排啊 然后糊锅啊 还有我最喜欢的沸腾鱼 还找了一家自助餐 然后呢准备 因为一般你们都知道 问老妈说你想吃什么 她会想很久或者选择困难 这时候呢你只要将自己已经筛选过的餐厅 给大家选一下就很简单了 看我想的多周到 然后呢早上我一早就妹妹的画了一个 用我妈妈的话说是鬼一样的妆 是的 就像就像每一个母亲 不对就像大部分母亲 看自己女儿画的花里胡哨的妆 都感觉像鬼一样 然后我妈今天在我生日 见到我的提句话就是 你怎么像个鬼一样 然后我妈想吃什么 她跟我说 这样子 嗓子有点哑 她忽然之间一时兴起 我小时候是在上海洋部去长大的 在我的小学边上有一家 从我小学一年级 开到现在的一家 小饭馆 也不是小饭馆 就很小的 卖 卖粉丝汤的店 对 从我小学一年级 开到现在 现在我都有60了吧 真的很多年了 然后 我妈忽然之间说 她想吃那边的粉丝汤 跟锅铁 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吃到 那我想想也是 前进南北你突然想吃吗 然后我就跟她两个开车到那边 怎么回事 我和你们说实话 我并不是想这样 是我一直想打歌 但是又没有打歌 但我总觉得我马上就要打歌了 我怕我说的话说到一半 然后忽然之间歌 就会很尴尬 不要去想她 不要去想她 然后 因为那边 离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过去还挺远的 而且 11号的上午 就中午那段时间 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所以啊 我们去的路上 跟回到店里 大概花了 在路上堵了两个多小时 然而我们吃粉丝汤吃坏了 20分钟不到 吃完之后呢 我就去店里了 因为礼拜六一般比较忙 醒来的前台小姐姐在上班第二天 又不能放心 所以我妈就去逛街了 然后就在店里 一直在忙 礼拜六的时候到周末 人的确是挺多的 然后呢 就让我忙了没多久 我本来以为 我的生日就要在这样平凡的 休息日 店里忙进忙出 这样很平凡的状态中过去了 不 我 小黄瓜 绝不平凡 我们再做一会儿声音 然后 我再跟大家讲 接下来本道的事情 看我现在节奏把握得多好 那么韩语 这一会儿 没有 有点 1 8 1 3 1 3 6 好 这洗顶里面有一点点水汁 鸡腿 好 我可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把蜂蜜肉弄出来 蜂蜜肉弄出来 蜂蜜肉弄出来 你是堆地了 不是堆地了 你也是堆地了 我不是堆地了 你也要找到了 你去找到 我都得到 你去找到 我不是想要 revolver 我在店里待了没多久 因为我就要 我居然还记得我天边讲到那 因为我就要开始 就这样平凡的过这一天了 怎么可能 我是那种平凡的人吗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是这样的 就是我出门的时候 是我楼下的邻居 上来敲门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惯 然后上来敲我的门 然后呢因为他们 看了我家的空调开着 然后 是的我开着 虽然开着不高 开得不高 因为但是因为旁定非常非常怕热 然后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楼下 漏水了 然后呢因为敲门 敲了很久 我家都没有人 又不知道怎么联系到 于是呢 联系了 警方 当时我接到的电话是这样说的 说我一定是忘了关水龙头 所以现在我楼下的邻居家里剩了很多水 叫我赶紧回家看一下情况 然后当时我吓得就直接 真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拿 就从店里面冲出来 然后开车回家 人慌烂的时候开车还真的蛮危险的 一路上我整个人心都是吊着的 我满脑子都是 我家的地板上已经有那么厚的一层水 我所有的东西都泡在水里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电器 有插线板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电线 然后我一直开着的供给进化器 这些还开着正在运作的电机 任何一个东西开关 还有正在充电的那个吸尘器 插着的充电器 电脑充电器插头 各种各样的插头 碰钉 只要单凡靠近它们 或者不小心奔到其中一个 我的猫就没有了 它就那么小一只 它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量呢 我不能指望回来的时候 它已经进化成皮卡丘了 这是后话 但是我当时心里是真的真的 真的很着急 我当时就觉得 别的东西都不重要 什么东西坏了或怎么样 都没关系 我的小碰钉不能有事 然后等我到家楼下 我开回来非常快 并且我保证我没有窗户灯 也没有超速 我在限定速度范围内 控制在比较优秀的速度 我的求生运 然后呢 我到家楼下的时候 看到这里 乌洋洋的 这里有辆警车 还有什么 反正我到家门口的时候 乌洋洋的看到一堆人 还有人口调查的 人口扑查的 我又不是合租 我养只猫也要不展 知道没什么 其实后来现在 反过来想想 觉得其实 这是 说明现在 其实有很多事情 效率都真的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无论发生 在那一家 哪怕像楼水这样的小事 都有非常多的相关人员 会来帮忙一起处理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我当时看到 那么大一堆人 我一下子慌的呀 我从人群那里穿过去 我就感觉 你们走开 让我看看我的猫 我的猫没事吧 我打开门 开门的一瞬间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说我滴上拳头是谁 我是直接冲进来找胖地呢 还是确定 自己不会被跌倒之后 再进来 但我不能管那么多了 我一开门进来 发现 地上是干的呀 然后我继续往里跑 我没有看到我的猫 但是我在地上 也没有看到水 我一路上跑进来 都是干的 一路上进来 我的家很平常 就跟平常一样正常 就跟正常一样平常 然后我走了一大圈 然后客厅 卧室 阳台 厨房间 卫生间 所有带水的地方 我都看了 龙头都关得好好的 这时候 午夜的人过来了 在我家 到处找了一圈 然后问了龙下 深水的位置 后来才知道 是 查出来是 空调水管 空调水管有点老化了 再加上最近没雨天 然后 然后空调水管往下的那个 我倒至今没有弄明白 是哪个区域 说它积水了 我又听到水声了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是我今天被下注幻觉了吗 还是真的有水声了 楼上在冲马桶呢 没事了 然后呢 但是问题是 我还想楼下的人家也很无辜 楼下正准备装修 忽然之间碰到 风顶深睡了 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呢 闹了一大圈 最后发现只是 空调水管有些老化了 然后积水 这两天呢 建议我出门的时候 家里开点热空调 这样呢 可以帮助 地板下面的积水 尽快轰盖 我是想知道 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尽快地帮到 帮到这个 因为毕竟 空调管老化 我也没有尽早发现 再造成这样的事情 也非常抱歉 然后但是 好像越说越 越严肃了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样一圈 闹完之后呢 好 我一看时间 当时是八点多 八点钟左右 八点钟左右 我打电话到店里 店里说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已经忙得就是 很多客人都没能安排上了 然后我又一脚有门 哦 没有有门 没有有门 我又温温的 以我的五十脉 心情是五十脉 开到了店里 那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一天就吃了一碗粉丝汤 还有两个锅铁 但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当时很饿 我只想再来一碗粉丝汤 今天话多了一点 我们再听一会儿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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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吵吵闹闹闹的一天过去了 我又老了 一岁了 我的青春回不来了 为什么要那么伤感 我才十八岁 h 带你银沙 咫 上 π 柯 等 颳 岫 约 大 青春回忆 但是呢 我妈妈说 他们那一辈的人 对于这些东西 有个说法 说生日的那天 遇上了跟水有关的 哪怕是 小水灾 说雨水则发 说我今年一定会 在云 非常的旺 希望如此吧 不过呢 对于我来说好消息是 今天我的健太小姐姐 过了非常非常魔鬼的一天 没有人帮助她 她自己一个人应付 我相信在这样高强度的 压力的工作环境下 她很快就可以 独当一面了 等她可以独当一面 我就可以独自的逍遥 对吗不是 我就可以 有时间 就来直播一下 或者是录录视频 放假 出去玩 去看更多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会更好的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吃了 其实八点多没吃完饭倒也没什么 但到现在还没吃完饭就过分了 为什么没有呢 以后我再等晚一点 小龙虾这种东西 一定要过了十二点再吃 这个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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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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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今天的话比较多 不知道是因为感慨比较多 不过呢 如果你问我 今天这个生日过得怎么样 我会说哈喇喇喇喇 但是你问我 未来的一年 感觉会怎么样 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我觉得都会越来越好的 包括你们 好了 我是小黄瓜 今天就到这 拜拜 我是你废话非常多的小黄瓜 该天见